滾地球出现 结果投手挡了下 没有接干净 这个时候要赶快处理 传向一蕾 中华职棒球迹开打 20号在高雄晨晴湖棒球场 由台岗熊英对上中信兄弟 最后终止七连败赢球 但却传出台岗熊英总教练宏毅中 赛后被关在 地下室停车场出不去 就觉得有点扯 然后就是需要 多做一点球场上的管理 可能联盟要针对 就是跟市府的沟通 做一点加强 让就是队职员 或是球队队员 或是周边人员 在进出的时候 有点管道可以取得联系 针对停车场的管理 造成总教练宏毅中 离场不变 高雄市运发局解释 赛事期间停车场 才限时开放 仅提供球团车辆进出 那总教练因为受到 媒体的访问 所以比较晚离开 那在接到 总教练的这个通知之后 我们也在五分钟之内 赶快开启 让总教练可以离场 台岗熊英球团则以书面回应 会持续加强 与高雄市政府沟通协调 提供教练球员良好的比赛训练环境 以及球迷舒适的观战品质 那么我们也会针对 这个球场的管理人员 我们会做检讨 那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提升 更好的服务 给球团还有给球迷 其实台岗熊英自开季以来 在主场神星湖球场赛事 获得广大高雄球迷的支持 平均每场观众人数达8000人以上 高雄市府和球团都释出善意 市府会继续服务球队 球团也会加强在地经营 双方都要努力获得市民及球迷的认同 民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